一、当别人赞美自己的时候,懂得谦虚。 有些人,总喜欢看高自己,别人赞美自己,然后就顺着别人的话把自己夸得天下无敌,如果你这样做,那你就危险了,最起码,没有人愿意再和你交往。 二、当别人对你发脾气的时候,懂得化解。 脾气每个人都有,我们不能只允许自己发脾气,却不容别人发脾气,如果别人对你发脾气,你要学会化解对方的脾气,这要比对这来好得多。 三、当别人别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,学会淡定。 我们不能要求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理解我们,而且,这世上根本没有多少人能理解自己。 所以,如果别人不理解你,微微一笑就行了,用行动让别人理解。 四、当别人说自己坏坏的时候,学会装作没听见。 我们活着,就免不了被人议论,有人说好,就一定有人说话,听到别人说你不好,要学会装作听不见,用行动证明自己,并怒对而有效果。 五、当别人背叛自己的时候,要学会宽容。 每个人,都会有苦衷,一旦别人背叛你,并非他对你不忠诚,只是他有他的苦衷,你要学会理解和宽容,只有这样,别人对你才能死心塌地。 六、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,要学会感恩。 这个世界没有人应该帮助你,别人帮助你,那是看得起你这个朋友,那么我们就要懂得感恩,别让帮助自己的人先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